人到六时 还有这五个福报 才会有晚年的幸福 你有几个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人到六时 尔顺之年 一辈子为生活奔波 一辈子为儿为女 到了退休的年龄 也该想想轻浮了 一生成败看晚节 一天得失看黄昏 一个人到了六十岁 生命步入晚秋 就应该享受到年轻时的 付出所带来的福利 喝喝茶 散散心 儿女早已经成家立业 肩上也卸下了 工作生活的重担 无事一身轻 是时候享受 属于生命的美好时光了 年轻时受的苦不算苦 到老了 还受生活的苦 才是真的苦 人到六十 还有这五个福报 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人 一 还有健康的身体 年轻时 我们从来不会考虑 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健康 总以为人生很漫长 因为年轻有本钱 我们往往会过度透支自己的身体 不是放纵享受生活 就是为了挣钱 过度操劳 却不知道 已经为自己的健康 埋下了隐患 有太多的人 熬到退休了 身体也垮掉了 不是病就是疼 有的人 甚至整个晚年 都要与疾病做抗争 生命没有品质 活着就是一种痛苦折磨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架机器 被使用了几十年 以精绣技斑斑不再灵光 人到六十 身体还健康 无病无痛 吃得香睡得甜 还充满生命的活力 能够享受这个身体带来的快乐 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人 有往后余生的幸福 一个人的身体 健康在任何时候 都是第一位的 没有了健康的身体 一切免谈 二 还有爱人的陪伴 人生最怕晚景凄凉 孤独寂寞 人到六十 还有爱人陪伴在你的身边 陪助你说活 陪助你吃饭 陪助你散步 病了时照顾你 知冷知热 爱你痛你 关心你 实在是人生之幸 也是自己最好的福报 生命是越来越孤独的 年轻时呼朋引伴 有儿有女围绕在自己的身边 生活甚是热闹 当你老了 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儿女就会为了生活 离你而去 能够陪伴在身边的 唯有眼前人而已 少年夫妻老来伴 有的人年轻时 没有善待自己的爱人 对不起自己的家庭 到老了的时候 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才是最凄惨的事 有缘成为夫妻 就要好好善待彼此 能够一生相濡以沫 感情就是圆满的 当你老了的时候 才有人爱有人赔 三 还有自己的钱 人这一生 任何的时候 都离不开金钱 年轻时有钱不算什么 当你老了 还有自己的钱 不用为生活担忧 遇到疾病和意外 不用为金钱发愁 才是有福气的人 有一句话说 人生最怕老来贫 人到六十 如果还在为生活奔波 为一日三餐发愁 没有属于自己的养老钱 晚年的生活就很难保障 甚至会活得艰难 尽管有许多人有退休金 也有许多人年轻时 没有努力 没有为老年时的生活做打算 有的人年轻时 挥金如土 到老了 却身无分文 这样的人 就只能受苦了 所以 年轻时 就不要怕吃苦受累 能够早做打算 攒出一笔养老钱 才能应对老年的年老体衰 不用为生活担心 四 有清静的生活 人到六十 是享清福的年纪 能够生活无忧 心中无事 心灵清静 身心安泰 才是自己最好的福报 才能够有晚年的岁月静好 生活如意 人生最怕到了晚年 活得不安顿 没有心灵的安稳和平静 还要为生活的不如意而烦恼而痛苦 有的人到老了还在为儿女操心 甚至还要去为儿女的前途婚姻担忧 活得疲累不堪 就很难有好的心情了 生活是你自己不想享福 就不会有清静的生活 有的人到老了 却做出一些荒唐事 令自己晚节不保 有的人到老了 却爱管儿女的闲事 最后往往会出力不讨好 还生一肚子气 所以人老了 更要有自知之明 少管别人的闲事 过好自己的生活 才会儿根清静 少烦少脑 五 有孝顺的儿女 一辈子为儿为女 为儿女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和所有 到老了 能够得到儿女的孝顺和回报 能够享受到天伦之乐 所有的一切都会觉得值了 有孝顺的儿女可以依靠 就是晚年最好的福报和福气 儿女与我们血肉相连 亲情相依 曾经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为了孩子 我们会甘愿牺牲一切 亲近所有 儿女也承载了我们全部的希望 甚至是我们活着的动力 当你老了 儿女能够亲近你 孝顺你 陪伴你 照顾你 才会有心灵的安慰 如果儿女不孝顺你 甚至与你隔住心灵的距离 你就会觉得人生无望 心灵悲苦 父慈子才孝 有的人年轻时 不关心自己的儿女 不重视自己的家庭 甚至为了自己的幸福 选择离婚 对不起自己的儿女 到老了也不会得到 儿女的原谅和孝顺 也一定是没有福气的人 人到六十 晚年生活刚刚开始 还能有以上五个福报 才是自己的福气 才有往后余生的幸福生活 但愿你都有 凡智慧高人 必有静气 当今社会 是场竞争无比激烈 人们的生活节奏 也是越来越快 似乎稍作停歇 自己就会被别人 远远地抛在脑后 在回头来追赶时 却早已物是人非 被时代所抛弃 因此 活到老学到老 是当下我们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话题 即使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也在拼命地学习 与这个时代接轨 其实 这都是物质文明 发达给我们带来的结果 在不断追逐的过程中 我们难免会感到疲倦 也会感到焦虑 究其根本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 太过匮乏了 这也是很多人 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幸福 不快乐的根本原因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一定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 两手都要抓 且两手都要硬 过于偏重物质享受 必然带来的是精神的空虚 凡有大智慧的人 你会发现他的身上 越有很深的沉下心来 好好地思考 好好地判断与选择 及时地调整方向 好好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最终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无论这番事业 有多么的伟大 或者有多么的不值一提 都是需要我们用静气 来滋润与涵养的 涵养静气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追求一种平衡 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 不断地积蓄自己的力量 将来才可能有一番大作为 当你胸怀静气的时候 你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 你能够放下眼前的利益和得失 懂得将目光放长远 并懂得深入的研究事物 发展的规律 顺应这个规律而付出行动 你就不会盲目 反而能更高效快速地达到目的 所谓魔刀不误砍柴弓 眼下看起来是耽误了时间 过于保守 实则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生活并不需要内抹忙乱 适时地停下脚步 好好地思考一番 沉淀一番 你一定会收获更多 因为你通过培养自己的静气 理顺了脉络 看清了方向 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统统砍掉 抓住了主要矛盾 有地放食 结果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保持静气 是一种难得的气质和修养 更是一种高尚的境界 诸葛亮教导自己的儿子说 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 虚静也 才 虚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 非智无以成学 一个人真正的成长 一定是足够沉静自己 才能构生出智慧来的 在当下的这个相对浮躁的环境下 静气则更为人们所需要了 请不吝点赞